反毒品建立正确性观念从小扎根 中华青少年纯洁运动协会 在花莲福隆大饭店赞助下 一两天来到了花莲四所校园进行儿哨守护行动 校园巡回宣导 期盼及早带领学童勇敢对毒品还有情色的诱惑说不 拒绝色情反对暴力远离毒品争爱生命 中华青少年纯洁运动协会 在花莲福隆大饭店赞助下 一连两天来到花莲四所校园进行儿哨守护行动 校园巡回宣导 最后一天来到花莲市美轮国中 邀请相声演员走入校园 以亏狠大为题 带领青少年认识误入色情陷阱的危害 值盼及早教导学子远离情色的诱惑 女朋友啊希望你跟你拍一些做好的东西 如果你是不要适去什么什么的 你这个会怎么办 我会觉得说就是 这种事情是两个人都必须同意的 那如果是单方面的要求的话 我会跟他讲解的我不愿意的点 或是说会可能碰触到法律的一些责任 以后我们都必须互相负责这样 如果对方还是一直要求的话 可能就是会看状况就是分手或是直接 就是如果分手之后还有这个问题 就是直接报警之类的 异性啊或是对性的这样的问题充满好奇或是疑问 他们往往会上网甚至通过色情的管道去做学习做了解 但是呢就常常会学习到一些偏差的或是扭曲的性观念 那我们通过学生比较有兴趣的相声 有趣的方式来吸引他们 把一些重要的观念融入在这个相声的演出当中 那期盼他们能够了解到色情可能会让他们沉迷 也可能会相隐 那如果对性的问题有好奇或疑问的话 我们也会介绍几个比较官方正确的网站 正确的管道来学习到正确的知识 除了美伦国中也前往中原国小 助长国小 花莲高工 透过相声以及桌游的方式进行公益宣导 介绍毒品种类与对人体的危害 希望以轻松诙谐的方式 为学童建立正确的反毒反色情诱惑应对思维 及早预防保护自己 接着讲帮演 花莲师报导